乌克兰特种兵突袭俄军监狱 多名俄军看守阵亡五条大鱼成功越狱 媒体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种部队 对赫尔松州一座俄军监狱发动了突袭行动 在乌克兰当地游击队支持下 乌军特种部队成功穿越了监狱外围地雷区域进入监狱 在激烈的枪战当中 多名俄军看守措手不及被打死 乌军特种部队成功地从监狱里 救出了五名被俘的乌军重要人物 但是乌克兰军方没有透露着五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谁 有分析称可能是被俘的乌军军官和乌克兰安全局情报人员 乌军特种部队在战斗当中缴获到了AK-100突击步枪等武器 乌克兰国防部新闻服务部表示被救回了的五个人 有一个人身负重伤正在抢救 同时乌克兰国防部新闻服务部表示 在俄军监狱里 这些乌克兰人一直都戴着手铐 一些重要人物经常被带到刑讯室进行酷刑拷打 同时还要求他们可以缴纳赎金换取生命安全 乌克兰议会专员德尼索瓦表示 乌克兰军队俘虏无论是男兵还是女兵 在审问过程中被迫蹲下 被剪掉头发 以打击他们的士气 还有一些被俘女兵被迫参与拍摄俄罗斯的宣传片 最近俄军又进行临阵换将 以穆拉多夫中将代替了原东部集团军集群司令柴科上将 柴科上将是在3月初基辅战役最后时刻 临危受命担任俄军东部集群司令的 正是柴科上将谋划周密 才将俄军主力从基辅安全撤离到白俄罗斯境内 随后柴科上将和俄军东部集群又到了195战场 但是在195战场柴科上 将和俄军东部集群表现不如人意 这一次才被一个中将代替了一个上将 俄军东部集群也是比较悲催 从远东地区行军上万公里 才在2月中旬抵达白俄罗斯 一开战就冲向基辅 结果遇到了基辅大堵车俄军60多公里长的车队 足足堵了5天 后来又赶上了乌军 不断扒开大坝各种被水淹 后来还有了在诺贝尔和辐社区挖战壕的事故发生 而再从白俄罗斯到基辅这一路森林地区 被各种标枪铁拳伏击最多的也是俄军东部集群 后来好不容易强度节节列夫河 到了白俄罗斯还没有修整好 又被派到了195前线发动重点进攻行动 在重点进攻行动当中 东部集群的第35集团军被侧翼的乌军炮兵轰了一个多月 而北顿涅茨克强度又连续失败 损失了一到二个营的主要重武器 现在普京终于受不了了 把柴科上将给换了 穆拉多夫中将在1999年 打击达基斯坦车臣游击队的时候 就是一名侦察营营长 在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 穆拉多夫中将指挥了俄军维和部队 这一次是穆拉多夫中将 第一次指挥集团军军群进行正规战争 而俄军中部集群司令则是拉平上将 南部集群司令是空军司令苏罗维金大将 在俄军参战的三大集群里 穆拉多夫中将的军衔最低 以后就要看穆拉多夫中将的实战能力了 本次俄乌战争中最拉垮之一就是俄罗斯的空天军 俄罗斯一个空军大国苏-30、苏-34、苏-35、苏-57都是大名鼎鼎 结果证明发挥并不尽如人意 俄军一架苏-34压嘴兽战斗轰炸机在卢干斯克州坠毁 俄军在乌克兰损失的苏-34战机已经接近一个中队了 这个事情神奇的地方在于 这架苏-34战机是俄军自己记录的 可以说俄军防空雷达系统 敌我识别系统等等再次暴露出问题 毕竟乌克兰空军根本没有苏-34战斗轰炸机 那么俄军雷达兵是怎么给搞错了呢 苏-34战斗轰炸机是4000万美元一架的新型战机 俄罗斯也没有多少 只有120多架 损失了那么多架俄罗斯也心疼啊